開始了嗎? 開始了,要不要... my music 朋友你好,我是游米澤 趕快加入my music 就會跟我一起聽歌喔 現在播放的是我的第二首歌,叫做軟弱 從沒想過,這樣會讓你都原諒我 軟弱以及所有的不曾曾原諒過 我不是故意冷漠 愛你卻不是隨便說說 原諒我從沒想過 這樣回憶的愁會讓你依然 雖然離開我好想對你說 推開你是我永遠的痛 baby, please don't call I wish I could just love you more 趕快加入,趕快加入 這首歌是主打歌,是不是? 對,就是我的抒情的主打歌 天剛剛,月亮剛剛回家 我推開窗,回憶開始照亮 路燈下,還有殘雨的光 突然靠下,知道你過的愛 要嗎?回頭忘,忘不了 我快瘋到,我已經變得更好 我快瘋到,我已經變得更好 覺得你快回來,好不好 我快瘋到,我這樣幾乎 我快到的情況 我會讓你 Mighty 未來 我和你很想過 我不是故意冷漠 我不是故意冷漠 愛你卻不是隨便說說 原谅我从没想过 自己犯下的错会让你依然 既然离开我好想退 你说退开你是我永远的痛 Baby please don't go I wish I could just stop you more 原谅我没想过 没想过 没想过你为离开我 原谅我温柔 推开你是我永远的痛 Baby please don't go Baby please don't go I wish I could just stop you more Baby please don't go 这首歌是什么状况下去的啊 哎呀不好说 不好说 这首歌其实是我跟另外一个也很喜欢创作 也是一个partner然后叫Sony 然后我们一起写了这首歌曲 其实是就写了一些故事 所以是based on the true story 对就是有点 比如说有一句说 原谅我从没想过自己犯下的错 然后就是大概写就是那种自己也不够勇敢 因为有时候爱情就是勇敢一点 就是不要这么轻易的放弃 应该就是可以搞不好就可以继续这样 然后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 他弹钢琴然后弹吉他 然后就一直把这首歌慢慢的写起来那样子 那剪一下现在这首 哦这首歌 不要爱曲吧 这首歌是叫做Good Night 然后这首歌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然后他要写给他的女儿听 但他还没有生小孩 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浪漫的女儿 比如说他的创作模式 他就喜欢把自己关在车里面 然后关在车里面 然后就看太阳的升起 太阳的Gear Love 太阳他就这样关了两天 他就准备很多粮食 然后他在国外的时候 然后大家觉得他超习惯 但是他说他觉得创作人 就是要进入到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情况下 然后在这首歌呢 我都会在每次在表演的最后 我都会表演这首歌 然后在专辑里面的编曲呢 你们大家可以进入My Music 你就可以听 然后因为我想要塑造的情境 我跟这次帮我编曲呢 这个叫Best 然后徐佑 然后我跟他 还有我的制作人叫Steven Ting 然后我们一起讨论这首歌 因为我希望就是这首歌 前面是一个很美梦的感觉 然后到中间的时候 这可能小朋友可能有时候会做噩梦 毕竟有时候 人生不是那么顺遂 然后现在进入另外一个梦境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就很像 我想像是很像 宫崎骏的感觉 进入另外一个 因为前面是比较甜蜜的梦 所以现在进入另外一个感觉 然后等下回到 然后最后那个是甜美的梦醒的样子 这首歌也可以打吉他好吗 可以啊 你要打了吗 可以啊 不然这首歌我来 来个Acoustic版好 好 献给这个My Music 来宾你掌声鼓鼓鼓 有吗 有吗 好 落了对 Good night, good night I sing you lullaby Good night, good night Sweet dream,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I sing you lullaby Good night, good night Sweet dream tonight Don't worry, close your eyes Cause I'm always by your side Don't let the paper spy Sleep tight tonight Sweet dream to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I sing you lullaby Good night, good night Sweet dream to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I sing you lullaby Good night, good night Sweet dream to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Sweet dream tonight WOW WOW 現在有MyMusic的編輯群們 和尤米澤正在音樂圈 Hello 剛剛這首歌叫做 Good Night 晚安 對 沒錯 我覺得好像可以跟那 What a Wonderful World 給他做一個 Mesh Up 好像可以 氣氛很結晶 這要起心了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下次可以試試看 下次可以試試看 大家不妨把剛剛尤米澤這首Good Night 排到 在MyMusic加到你的那個 舒眠歌單裡面 對 就是你要睡覺之前 然後 或者是 或是有 自己有小朋友的朋友 你也可以 在睡覺之前 寶寶歌單裡面 可以用 陪伴他們成長 很多小朋友聽這首歌的時候 我的歌迷 因為 因為我之前在街頭也唱過一陣子 所以很多人 他會帶他的小朋友來聽我唱歌 然後他們都 特別喜歡聽這首歌曲 就在我 可能因為表演的時候 晚上的時候 然後燈光 加上 這首歌 然後他們就 哇 小朋友每次睡覺 我要聽尤米的Good Night 我要聽 所以特別就是 介紹這首歌 收錄在我的 這個 我的EP裡面 最後一首歌的曲 最後一首歌 沒錯 接下來要 介紹一下 這張EP 小編 小編 第一次在那邊開播 講話有點緊張 EP的名字是 給大家看一下 好 我們來Zoomini一下 Zoo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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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故事家 不錯 所以你是喜歡說故事 我喜歡聽別人說故事 我也喜歡說故事 因為 就是我自己有寫很多歌 我大概寫 事無失守 可是有時候 自己靈感缺乏的時候 我就會很喜歡聽別人故事 然後就可以把它 成為我創作的靈感 所以 所以常常 我算是垃圾桶 因為 朋友失戀就說 你知道 他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聽了很多 不一樣的故事 所以就 變成我創作的 其中一個養分 這樣子 然後這一張 為什麼叫大故事家 因為 我覺得我喜歡 就是 分享故事 然後 我也想要就是把 因為其實很多人的故事 很多人都不知道 然後我喜歡 把他們的故事 然後寫成歌曲 或是 成為我的創作 然後分享更多的 比如說 有一個故事 我之前寫了一首台語歌 然後是有一次 我去錄音室的時候 然後聽到 一個大叔 他在練習唱歌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奇 就是 他唱歌的時候很誠懇很認真 我就覺得 欸 我就問他的老師 然後他老師說 他已經學唱歌學了八年 然後 然後他其實 學唱歌是為了給他老婆聽 然後我就 哇 很感動 一個這樣 他說他就唱很唱歌 但最感動的是 我聽到這樣 就雞皮疙瘩 然後他說因為他老婆 其實已經 不在人世間 但是 每到週末的時候 他就會搭個公車 然後上陽明山 買一束花 然後在他老婆的墳墓面前 唱歌給他老婆聽 然後我聽到這個故事 所以我就 Oh my God 我一定要寫一首歌 我一定要寫一首歌 然後我後來隔天晚上 我就 小朋友要喝酒 但是 我就買了兩瓶啤酒 然後就坐在電腦前面 然後讓他吉他 我就把燈光光很暗 然後就開始寫寫寫寫寫 然後寫這首歌叫做 我永遠愛你 好 今天我可以唱一首歌 我永遠愛你 我永遠愛你 Oh yeah, why you are me? 好是一朗,愛最低 對阿,有一個Facebook粉絲 有一個朋友叫Ethan Pan Ethan Pan,你好 他說台語是他的愛 他的愛是不是? 對 那我要多寫一些台語 對阿,你真的是可以寫一些 對阿 請給我寫開 讓大家都很感同身受 沒錯沒錯 台語歌 尤米今天也帶很多歌在 因為全播放嘛 現在這首歌 現在這首歌是 是練吉他人一定要練 叫做John Mayer 但是 因為我是主唱所以我練比較少 所以就沒有彈這麼好 但是自己很喜歡 因為John Mayer的風格就是 我覺得影響很多人 包括這次的金曲獎 有錄了一個最佳 好像國語專輯跟男演唱的 還是謝正 他就彈了很多他的作品 然後 方大同啊 或是 李榮浩 他也就是跟大家說 就是他的 他是影響很多 就是彈吉他人 所以 一定要收入在 我今天播放 在MyMusic的歌單裡面 這就是要 John Mayer 對對對 謝正平前一陣子又來 真的嗎 又來耶 那他有播放John Mayer的歌嗎 可能 可能 但他沒有秀 對阿 下次也 他如果再來要加入 對阿 他一下 他彈那首 彈那個Neo彈得超好的 所以本人有跟他 你有跟他見過面嗎 我看國外表演 但本人還沒有機會跟他見過 有啦有啦 其實呢 他是參加第一屆的星光大道 對 你也是比賽 對我也是比賽 但是後來我又去 我有參加第一屆的星光大道 然後但是我進入100下 網友一定會上網搜尋 不要搜尋 不要搜尋 然後後來去參加那個 有一次參加 後來第四屆參加那個 我就去國外 後來就是 你知道挫敗心情很難過 然後去國外去念書 然後也順便去學音樂 然後學一學 所以我回來了說 好 我現在準備好了 然後我就去應徵那個PK魔王 然後所以我在第四屆的時候 又回去當那個 星光大道PK魔王 喔 然後那一屆是 我記得我是跟抗爭體 然後因為那時候 陶子姐去生小孩 所以那時候就 代班的主持人是阿妹 然後阿妹那時候就 對阿妹那時候就 他說 你的聲音 很特別耶 對 內神有稱讚過 對對然後我就 內神印象深刻 對他就覺得說 欸我的嗓音很特別 這樣 我就有稍微鼓勵一下 然後就 既然妹神鼓勵我 我就要繼續堅持 所以我就後來又 輾轉就是繼續 從事幕後的工作阿 然後演唱 然後到前一陣子 然後又參加那個 華人星光大道 然後是陶子姐的主持 這一次 就是他全新的一個節目 然後這一次我也蠻喜歡 因為他第一次遇到陶子姐 然後後來 我這段時間就是一直 有在表演的病 然後一直持續做音樂 然後陶子就 按鈴 然後他就說 你這個聲音 我一聽我就 受不了這樣 呵呵呵 所以陶子姐是 滿欣賞的 就是 對不對 那時候唱我要我們在一起 然後我覺得 就是三拍子的歌 然後是比較 就是比較 三拍子是會帶來的那種搖擺 如果大家 可以上YouTube找一下 你就可以找到 過去的遊民 參加比賽時代青色 呵呵呵 沒錯沒錯 那有老師有稱讚你的聲音 跟現代這一位 對對對 因為那時候 我上次的比賽 因為要網路先選民 然後來到現場的時候 然後現場就有 上次幫金曲獎最佳編曲 叫做 洪龍洪的弟弟 洪敬堯老師 然後 他那時候是 就是 評審 然後跟另外一位 FIR的陳建林老師 然後因為 然後我就 唱了一首歌 然後我記得那個 陳建林老師他說 洪敏啊 因為我以前 我後來發了這張專P 我以前叫做 遊洪敏 那時候又發了這張EP 我改了這個名字 然後說洪敏我覺得你的聲音 是介於那個 李永浩跟陳奕迅之間 然後我心裡想 OMG我等下被人家罵死了這樣子 然後他給我這個評價 因為其實 我在演唱的時候 其實也蠻多人說 欸我覺得你的聲音 應該還蠻適合唱 李永浩的歌 或是陳奕迅的歌 因為可能就是聲音 都這樣 那種低沉沙啞那種 然後反正是因為那一次機會 然後我就覺得 欸 我寫的歌 應該也可以像這個方式 不一定要 聲音都要很高啊 很亮啊 或是有另外一種風格 然後那一次洪敏老師 他又 希望回去加 他就給我一個 臉死金盤 就是直接保送進去那個 錄影這樣子 對 我們又有一個朋友 Stefanie 說你是好聲音喔 嗨 謝謝你 謝謝 你現在還在音樂圈裡嗎 那他是不是 那個 繼續放歌 繼續放歌 然後 那個 回 留言 請在音樂圈裡頭 跟游米留言喔 沒錯 點歌的也趕快點喔 可以點歌喔 可以可以可以 你要 Facebook有人要聽什麼歌 就是很歡迎 但是你要先進入MyNews 裡面點歌喔 我們不接受Facebook的點歌 謝謝 我也要點李永浩啊 請進去哪 今天來到音樂圈的是 創作歌手 HELLO MYMUSI的朋友們好 帶來 帶來他的 新EP 大故事家 請多支持喔 在My Music就可以聽到喔 沒錯沒錯 好 他要跟大家說再見 拜拜 趕快進入My Music 替我唱歌 拜拜 我是游米哲 蠻內心的朋友 拜拜 下次見